这个男人正在劫机 空乘赶忙上前阻拦 就反被男人劫持为人质 可没人知道 他手里拿的根本不是匕首 而是飞机模型的机翼 而他也不是真的要劫机 只是一个工作了一辈子的程序员 好不容易有四天假期出来旅游 不想就这么泡汤了 所以一听男人说要返航 立刻就冲出来想要劫机 但其实他劫持的空乘 是一个恐怖组织的成员 而那个公姐和他是一伙的 两个人假扮乘务员 本来就是想要劫机的 没想到却被这老哥劫足先登了 空姐打电话给机长汇报 画面一转 来到驾驶舱 这不是那个著名新闻播音员 他并不是机长 只是一个普通乘务员 为了讨好机长 给他们送了壶茶 拿成响 两个机长喝完当场中毒 无奈之下 他只能硬着头皮开飞机 机舱里患者的妻子 正在恳求医生 一定要救活自己的老公 这时突然有个人冒出来说 医疗设备在飞机的厨房里啊 空姐赶紧跑过去拿了过来 这飞机还真是什么都有啊 看着大家期待的目光 男人终于下定决心做手术 搞得一旁的患者妻子 赶紧鞠躬感谢 事实上 他并不是患者的妻子 而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大龄圣女 因为刚刚和这位大哥聊得挺不错 所以当别人误会 他是患者的老婆时 他直接就入戏了 现在一切准备就绪了 手术即将开始 你还别说 看着挺像那么回事 但事实上 这架飞机 就连墙上的时钟 都不是真的时钟 而是一个温度计 现在室温24度 机舱一切正常